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会很害怕自己会吃越来越咸 现在如果在家中煮些东西 我基本上不下盐 下很少很少 我亲身经历小时到大了一点 年纪再大 其实味道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以前吃的东西觉得很苦 慢慢觉得不太苦 小时就喜欢吃咸酸酸甜甜的东西 现在就喜欢吃咬的东西 咸咸臭臭的东西 即是腐化了 对于小孩来说很不吸引 但对于我来说 真棒 接下来说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说吃的 第一件事是我们的味蕾是可以被骗的 因为它是一个神经的 即是一个器官就是背后的神经 是的 很简单 例如你现在说某这些什么 有番薯 纸薯 什么的雪糕 你以為真的像薯蘿加雪糕給你 當然不是 它裡面用了很多化學品 對應味蕾裡 你覺得那種是甚麼 所以你吃到花鼠的味道 其實就不是花鼠的 你發覺有些裝飾很漂亮的酒 原來是混合出來的 用香精混合出來 也是這樣去欺騙人 有些有良心一點 它真的對應一種很漂亮的酒 裡面所有的化學分子 來做分子分析 重組給你 所以叫分子料理 那些就有良心一點 但有些純粹是用不負責任的成分 但它又有這種味道 我告訴你 山埃也有行人味 但你會不會用山埃來做 重行商來這樣 不會的 死人而已 很多時候是代糖 它不是糖 但它給了你一種甜的味覺 所以我們這些味覺器官 其實都是一種比較粗疏的分子分析 一個感官 它會是你放不同的東西 它給了不同的味覺給你 但有時我們發覺失敗的位置 就是有些東西很好吃 但原來很有毒的 我們分不到 於是吃很多 這是很經典的 我有一句說話 好吃的又不健康 健康的就不好吃 但不要緊 但現在我們有很多方法 先欺騙你的味蕾 先欺騙你 可能欺騙你吃一些很健康的食物 或是欺騙你吃一些很健康的食物 但鹽就一定不健康 為何不健康呢 因為鹽內有藍 因為鹽要適中 它適中的範圍不是很闊 但在現在特別是西方社會 鹽和糖的份量很高 太便宜 不用盤 很多時候有幾種長期病 是因為我們吃的食物 而導致例如糖尿病 例如高血壓 例如痴肥 全部都是同樣的 特別是吃鹽會令到高血壓 對血管心臟和腎臟負荷大 無論是甲和鈉這些元素 市面上很有趣 有些叫低鈉鹽 低鈉鹽將部分的綠化鈉 用綠化甲來取代 所以低鈉鹽是相對高的鹽 但仍能給予鹹的口感 所以整體上吃少一點才是最好處的 但這次我認為是很有趣的發明 如果它推出市面 因為我想買來玩 就是日本人想的 我覺得科技是很嚴重的 但用來用上那麼貼身 那麼有趣 讓你即時享受的一種科技 我覺得 Hoy 日本人運用科技 那是一個召心的盒運的地方 這就發明了你加少一點鹽的餐蓋 不過你覺得很鹹 夠鹹 明明你不是加很多鹽 但加上科技下去令你覺得夠鹹 我覺得好像小時候看《丁當》卡通片 《多威亞蒙》卡通片 有一集說大鴻說那些東西難吃 丁當拿出來給他 有什麼難吃的東西就變得很好吃 現在發現日本人似乎是在企圖發明的東西 你也很棒 《丁當》的東西你也記得 因為你小時候真的會嫌家人做的東西不好吃 我以為你小時候只是看物理學書 首先你解釋一下科學上的理由 其實很簡單地說 魅雷自己本身都是把不同的化學梨子 去分析的東西 分析的意思是什麼呢 不同的化學梨子 它就會因應梨子本身的本質 去給予一個信號 於是有些是鹹的信號 有些是甜的信號 其實很視乎化學分析 而不是很糖 它融在水的時候 分析的形狀 和它給予出來的電的特性 是怎樣令到你的味雷神經 給予一個獨特的反應 然後腦袋就告訴你 這是一個鹹味的信號 然後告訴你 你在吃鹹味的東西 所以有很多本身有疾病不幸的朋友 如果神經信號受干擾的時候 我亦真的認識有一些朋友 曾經在他生前 在癌症治療最後期的時候 很喜歡喝啤酒 但他喝到最後 做到那個電療 做到一個地步 已經說整個美國神經都改了 原本他喝下去有點苦苦 金金的苦的啤酒 他覺得很享受那種味道 他變得很酸 完全不同了 在他生命最後的關頭 你會發覺很容易受到損害和干擾 不是說舌頭幫你試味 其實舌頭上的味蕾就是一個訊息 一個資訊傳遞 你怎樣分析神經的訊息 你怎樣接收這個訊息 就是你的腦內 你的味和味覺 本身是整個神經系統的兩個部份 同樣就是如果信佛的人一定會知道 那些眼和你的眼色 耳和你的意識 很多東西就是你要去到腦內 這個就是唯色論 唯色論的意思就是 其實我們接收所有的訊號 到最後都是你的意識如何處理 等於你在一個電腦 電腦怎樣處理這些訊息 就是另一回事 就是在佛經沒有說到那個色 就是原來是腦內的訊號 但現在我們就用一個 完全是腦的神經科學訊號 去理解的時候 如果完全是腦內的神經訊號 怎樣分析這些東西 即是這樣說的 就是酸甜苦辣不是客觀的 是你的腦接收這個訊息的時候 怎樣討論它 所以最後我們都明白為何有些人覺得辣 有些人覺得沒那麼辣 有些人還未覺得很不同 亦是一件很容易被欺騙的東西 日本這個發明很有趣是甚麼呢 它就說你只需要用這個餐具 這個餐具你看到上面 有少許金屬結構在這裡 餐具本身是要用電的 然後你不只是用那一隻要入電的碗 你要用那一隻要入電的筋 然後它可以令到你 一隻手拿著碗 一隻手拿著筋去吃東西的時候 就駁通了電路 你想想一下 你在一筆東西的時候 放進口裡的時候 整個電路駁通了 令到多了一些額外的電訊 經流過你的口腔 經過池巾流入你的舌頭 然後由身體到其他地方 由電流完成了一個這樣的電路 我想像到你用的時候 對於吃的姿勢的要求 都要有一定的要求 對日本人來說 這不是問題 你一定要跟著一定的飲食合品 他曾經想過不是用筋 是用筷子的 但用筷子最麻煩的地方 他會發覺如果用筷子 現在這個就是一隻羹 跟那個碗要入電 可能一隻羹也要 然後你用筷子去吃 然後你會有額外的電訊 令到原本的咸的信號加強了 於是 他有說的 其實因為納離子活躍了 跳動了 這個意味著訊號強了 對 只要同一粒的納離子 比你的神經的刺激反應更大 你會覺得涵了 現在他已經進入了生產階段 而且他是由明治大學去研製 然後是麒麟啤的那間公司去資助研究 其實我覺得由麒麟啤去贊助 也挺有意思的 因為這些男人 你喝啤酒吃的東西 通常是吃鹹鹹香香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薯片 第二樣東西就是萬里網 你問我 鹹醉花生 鹹醉花生 甚至日本 尤其是現在看世界杯 鹹醉花生 甚至納豆 由他們去贊助就挺有趣的 其實裡面用了一個 很簡單對於我們美國神經科學的原理 加強它的訊號 令我們的感覺更強 如果你說助聽器 其實也有類似的助聽器 它amplify了訊號 放大你的訊號令你再聽清楚一點 視覺暫時就… 眼鏡 有些就是眼鏡 幫你加強這道訊號 可能會有弱視的朋友 他便可以這樣幫助你 抽覺我未知 但抽覺未必需要搏到鼻子 可能是電子鼻子 但會抽覺是這麽多樣的感官最難搞 這麽多樣東西最難搞 大家看到後面的電動筷子 你會發覺戴著東西 有電線在這裏才能夠做這個效果 因為它要確保有足夠大的電流油 你那個筷子 其實很容易 不如你這樣吧 筷子裝電針就可以了 其實可不可以 最後不需要弄太多東西 用手揉都可以 那你要過電 你不符合日本的飲食習慣 不是 要過電 你的手過不了電 是 當然 這個發明 你覺得可否應用在其他情況上 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現在不想吃那麽甜的東西 但我又喜歡吃甜的東西 可否做到同樣的效果呢 這個電的訊號能夠以電池原理 去刺激納離子的活動 但能否刺激糖分子 炭水化合物的分子 是否跟這套規矩 這可以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會說 可能對甜的反應未必是這麽大 但甜的東西我們知道 我們有些代糖 但我們是否有些代鹽 通常代糖給出來的卡路里 和對你的身體反應是完全不同的 很多時候代糖本身是一些蛋白質 不是碳水化合物 身體對它的代謝反應 完全不是處理糖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說鹽的話 有其他綠化甲都是鹹的 但綠化甲一樣是對身體的 心臟和腎的負荷有大有小的 所以有些東西給你鹹的東西 它不能代替鹽來減低身體的負荷 即是一種代鹽一樣有鹹的東西 但那些東西一直對你的身體有很大負荷 所以我覺得這個發明 有效地幫人減鹽是有其他意義的 糖就算不可以用科學原理幫他做到 但我們已經有一些現實上存在的代糖在 是的 還有糖晶 糖晶也是代糖的一種 總之是symphatic 糖晶其實身體不會分解到它 是嗎 糖晶是吃進去就要出來的 OK 完全等於吃進去的 但你現在先說糖晶是哪一種 如果我剛才說它是saccharine 但如果你說saccharine是否會分解 我自己也要找 總之另外是aspartime 它本身是像蛋白質那類的東西 如果我們看到的 早就用saccharine 納的saccharine 用得多 很早的滑梅和塵皮是用的 但後來如果你說現在的一般 外用的就用saccharine 用得多一點 是的 但我們最後想一件事 就是所有我們現在不健康的食物 但我們很想吃的 全部可以這樣轉 到其是我們可以滿足 我們那個蜜肉 食慾 希望這件事是這麼簡單 會不會因為用了這個機 令身體有其他額外的反應 或者是說 我開始慢慢的身體 習慣了這種刺激 我現在要倒數更厲害 而且我又用一下 我發覺不用後 我要吃很多很多鹽絲 給我這種鹹味 哎呀 這樣你 這個等於吸毒 addiction 這件事是可以發生的 我會說這件事是可以發生的 好了 畢經不覺 我們以為還講了特別的題目 原來已經這麼說一節了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